建筑师为旅馆改造房子 却被要求不能有门窗 旅馆为什么有这样要求 又是谁会住进这样特殊的房间呢 今天为大家带来故事 造了不开启的房间 女主是名建筑师 一次她接到一个老牌旅馆的改造委托 当收到设计师给的图纸时 愣住了 这个改造房竟然没有门窗 那要怎么进出 女主好奇地问设计师为什么这样设计 但设计师没有透露细节 只跟她说按照要求去做就行 虽然疑点重重 但毕竟拿钱办事 女主最终还是照做了 很快呢 施工队就开始了房屋改造 这时设计师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她将烧神符的灰混在涂料里 让女主涂在改造房的墙上 而奇怪的事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在施工队身上发生 不是有人莫名其妙的咳嗽 就是有人莫名其妙的摔倒 整个施工队似乎被一股神秘力量袭击 每个人都变得越来越疲乏 甚至因为身体不适影响了进度 女主感觉越来越不对劲 她质问旅馆社长 他们到底在见什么 但社长让她不要多管 反正她钱给到位了 女主他们只管照做就行 女主无奈只好继续 几天后工程到了最后的阶段 只需要把最后的出口封住就可以了 晚上女主前来巡视改造房 突然听见拉门后面传来窃窃私语 似乎有人在里面讲话 房间里究竟有什么 就在女主犹豫着 到底要不要打开门的时候 设计师出现在身后 她警告女主 千万不要偷看拉门后面的东西 并要求他们休息一下 三天后再来封门 但她越是这么说 女主就越好奇 到底是看还是不看呢 最终好奇心战胜了理智 她一把拉开了拉门 什么嘛 除了豪华的装饰之外 什么也没有 第二天 设计师叫住女主 质问她是不是偷看了 女主没有隐瞒 她追问里面到底是什么 但设计师仍旧什么都没有透露 只说一切在三天后就结束了 终于来到三天后封门的日子 女主和设计师例行做最后的检查 设计师再次警告女主 不要偷看拉门后面 本来女主没想着偷看 但在检查的时候 她又听到了拉门后传来的声响 好奇心驱使她一步步走向拉门 最终她按捺不住好奇 拉开了拉门 这次里面多出了几个日式娃娃 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变化 这到底是什么 女主不停地追问设计师 终于设计师向她透露出缘由 原来他们正在建造的是一间禁忌之屋 是专门用来举行某种隐秘的仪式的 而设计师在旅馆的委托下 为他们请了扶神过来 这样就可以保佑家族 为之带来繁荣 但再厉害的扶神都是有期限的 所以他们才需要建造没有门的屋子 将扶神困住 以延长扶神对家族的保佑 因为请神是一件很难的事 要不是旅馆社长高价求她 设计师还不一定答应帮忙 到这里女主终于明白了一切 这时旅馆社长突然带着一队工人走了进来 说接下来的工程他俩就不用管了 他已经换了别的工队进行接手 女主和设计师傻了眼 旅馆社长为了节约费用 竟然过河拆桥 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居然换人 设计师说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没有完成 这时候换人的话 社长会后悔的 但社长不由分说将两人赶了出来 女主问设计师中途换人 对请神会不会有影响 设计师说 如果方法得当是没有问题的 但现在社长在结尾来了这么一出 原本至少可以保佑30年的期限 现在估计缩短到了一年左右 而且还有可能被扶神反噬 他预言这家旅馆在一年后会遇到重疮 果然如设计师所言 一年后女主从新闻中得知 那间旅馆在台风中遭受重创面临倒闭 他想起那间请神的禁忌之屋 于是好奇地前去查看 发现那里已经变得破败不堪 到处贴着封禁纸条 就在这时拉门后传来了声响 女主一瞬间仿佛入了迷 嘴角露出一抹迷之微笑 情不自禁地靠近并拉开了拉门 屋内是密密麻麻的浮神娃娃 这时女主回过身来 随着她的一声尖叫 这个故事落幕 本片来自毛骨悚然撞鬼经 2020秋季特别片 因为疫情影响 本季只拍摄了两个新故事 而这个故事就是其中之一 保持了这个系列 一直以来的惊悚氛围 讲述了一个 因旅馆老板抠门 而导致倒闭的故事 世上没有一劳永逸的事 即使是可以保佑新龙的福神 也有一定的期限 所以我们应该不断进步 不断成长 这样才可以适应环境的变化 同时世上也没有一蹴而就的事 一位寻求庇佑却不愿意复苏 最终的结果只会遭到反噬 所以脚踏实地才是硬道理 别一天天挣那些虚头霸脑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